哎呦去你看这个菜硬不硬 作为一个东北人谁能经得起他的诱惑呀 首先咱们准备二级小面豆 这个豆角弦愿意吃的老铁你可以不宅啊 再准备一个大土豆的 这个土豆可不能用刀去切啊 用这个汤去奔它 再准备两个鲍米棒的用刀给它剁成段 跟隔壁王嫂要了块肉 咱们给它切成厚片 必须把这个锅先烧热了啊 然后加入半勺凉油 热锅凉油把五花肉下锅 小火慢炒 把这个五花肉炒得干一点 加上大块的葱和酱 再加两小半大料 加小餐加上一点13香 等日下的小味就上去了 加上大半小的酱油 少许的料酒 再加少许的蚝油给它提个馅 放上一点老抽给它调个颜色 然后给它们炒熟料的香味 炒香之后把所有的食材倒在锅里边 然后开大火爆炒 记住了啊 这个豆角一定要给它炒鸟 炒鸟之后加烫 这个烫啊千万要少加 炖这个菜一瓶就可以 要不然随了瓦记了没有味 少加上一点精盐啊 开锅之后转小火 给它炖20分钟 家们咱们很多老铁都知道 这个豆角不炖熟 不炖透 它不能吃 但是还有很多老铁 去吃这个不熟豆角 所以说小胖提醒大家 一定要炖熟了 小胖给老板分享 每道家常菜 有双地的话 就给小胖点一个呗 小胖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点一个呗 谢谢大家 这个豆角的炖好之后 撒上一点味精 然后大火给它收干汤子 你看这道菜硬不硬 照顺弄它二两 能不能把皮鸟给你喝酒楼